最近一段时间提起轻体部长赛沙迪 相信应该不少人都会想起 上个星期五晚上 赛沙迪堂堂一个部长 因为被上百名黑衣人包围辱骂 结果不得不狼狈爬篱笆逃走的事情 这件事之所以会变成热门话题 不只是因为黑衣人的身份跟背后的动机 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也因为有随身保镖的部长级人物 还遭遇流氓包围威胁 这真的是很罕见的事 不过一个个在社交媒体上 广传着的事发影片却直接证明 这样一起粗鲁的闹剧 确确实实曾经在柔佛上演 上百名情绪激昂的不速之客 包围叫嚣不可退让 轻抵部长赛沙迪上星期五 面对的就是这样进退两难的局面 走投无路之下 赛沙迪只能选择提前离场 也被拍下了这张经典的爬离八照 一场原本和党内领袖合了融融的聚餐 突然演变成了一场闹剧 狼狈爬离八逃走的赛沙迪隔天就指控 这场骚乱可能和巫统有关 而警方随后也针对这起事件 逮捕了三名嫌犯 不过今天新闻的焦点并不是落在这里 那其实赛沙迪事发单晚的天文当中 也特别提到 黑衣人在包围他辱骂的时候 还要他必须向柔佛王主 东姑伊斯麦道歉 那至于到底为什么需要向柔佛王主道歉呢 作为当事员的赛沙迪他说自己也不清楚 其实柔佛王主东姑伊斯麦和赛沙迪两人的关系 曾经是非常要好的 不过赛沙迪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坦诚 说他们的交情啊 在509大选的时候就有了变化 赛沙迪曾经说过 说柔佛王主东姑伊斯麦 当时向他提出了一些无法履行的要求 有的要求甚至非常具有政治性 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那甚至在大选之后呢 柔佛王主也曾经要求他 在最后一分钟取消在大马举行的全王大战 那么说过这次赛沙迪在柔佛被包围骚乱的事情 内阁在昨天也有特别开枪回应的 强调内阁呢 就会严重看待这起事件 首相办公室发文还特别警告 政府呢将会毫不犹豫的采取行动去对付任何一方 包括不遵守国家法律的州属 还有不遵守政府指示的人士 那在这个时刻 文告特别点明了不遵守国家法律的州属 究竟是不是亦有所指或是向某一方做出的特别警告呢 那这篇声明是给了大众很多的想象空间